10月31日 塔利班官员伊纳穆拉·萨曼加尼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 一架载有松子的货机从喀布尔机场飞往中国 这条空中走廊由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官员打开 重新开始工作 萨曼加尼还发布了四张现场照片 照片显示 塔利班官员穿戴整齐 脱下平时常穿的拖鞋 统一穿皮鞋 十分正式 他们骑刷刷占一排剪彩 脸上洋溢着笑容 塔利班官员还在机场接受了央视等媒体采访 塔利班发言人穆加西德10月31日当天转发了这条消息一式回应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渝当天也连发三推表示祝贺 王渝大使发布了剪彩仪式的现场照片 他表示 今天首批45吨松子运往中国 未来几个月将有数万吨松子出口到中国 收入将达数亿美元 大大汇集了许多阿富汗农民 小松子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幸福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美味 松子空中走廊是我们两国有益的重要纽带 阿富汗网友对王渝表示 我们感谢阿富汗的老朋友 中国的朋友 我们有良好的公共和官方关系 我们阿富汗人在中国做生意 受到中国人的好 这是我们的荣幸 阿塔宣布建国后承诺阿富汗不再生产毒品 中方除了对阿富汗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外 还积极帮助他们展开替代种植 如今阿富汗已经开始对外出口农产品 阿富汗人民终于迎来了新生活 中方除了